怀孕24周 择体 在湖南省中南大学乡亚三医院内 血液科和妇产科两位主任 正在商讨夜长妇妻子的治疗方案 两个科室在一起 讨论一个病人的情况并不多见 因为他们所有决定关乎着两条生命 除了夜长妇妻子 还有他那未出生的孩子 而就在一个月前 怀孕25周的夜长妇的妻子 被确诊为患有急性非淋巴系统白血病 如果不治疗 他将活不过一个月 入院第一天晚上 医生就只给我下来一张病危通知书 他说如果不立马进行化疗 他说现在情况很危机 不进行化疗的话 生病可能矛不过一个月 但是如果妻子接受化疗 结果难免影响到腹中的胎儿 他确实有可能因为这个化疗也好 这本身这个病毒还好 他有可能在宫内发生意外 那小孩子这么小 本来发育比别的小孩子要小一些 这样子出来的话 各种各样的病发症 特别是肺没发育好 气管功能障碍这些 发生率就高了 如果接受治疗 他腹中的胎儿将面临生与子的考验 救大人还是救孩子 这道关乎两条生命的生死选择 摆在了这家人面前 而他们的事情经当地媒体的报道后 迅速牵动起千万人的关注 这样的局面是张盈和叶长富 做梦都没想到的 这张盈跟叶长富 都是来自岳阳的农村 两个人大学毕业以后呢 都留在长沙继续工作 从相识相知到相恋 他们跟所有外出打工的人都一样 但不一样的是 他们那个要子心切的那个程度啊 甚至到什么程度多急啊 两个人还没结婚呢 就开始规划起要孩子的问题了 2010年张盈和叶长富经朋友介绍 走到了一起 之后两人就对自己的未来 有着长远的规划 挣钱买房成家 2014年经过四年的爱情长跑 他们拿了结婚证 2015年两人举办了婚礼 婚后 张盈和叶长富共同的愿望 就是尽快要个孩子 但不管他们怎么尝试 张盈却一直没有怀孕的迹象 因为谈的时候 我们就是 我们讲 我们两个孩子一直想失业吧 因为但是一直怀孕上主 就怕孩子是有问题吧 叶长富有些担心 他害怕两人中其中一个人身体有问题 导致女方不能怀孕 他们就赶紧去医院做检查 她的体质是属于一种比较难怀孕的 她的身体的各项基础都比较高 所以一人那时候也跟我们说了 她说我们怀孕比较懒 结婚后 张盈和叶长富四处求医吃中药 不久 张盈终于怀上了孩子 这让一家人十分高兴 因为那时候吃中药大概半年 要命怀孕了 然后我们两个人好高兴的 那时候怀孕的时候医生就跟我们说 他说要我们多注意 他说你这个宝宝怀上这个宝宝 简直是个奇迹 为了迎接孩子的到来 张盈和叶长富给孩子选衣服取名字 当他们还在高兴的尽头上时 不幸却降临到张盈的身上 特别是全面四个月了 什么东西都吃不了 一吃吃完就吐吃完就吐 然后每天晚上睡不着就要 反正比较暖 我看来比较心痛 2016年5月21号 怀孕近6个月的张盈 不得不去医院做检查 他们来到湖南省中南大学乡亚三医院 在经过血液检查后 张盈被确诊为 急性非淋巴系统白血病 需立即住院观察 一查学查过以后 就发现他的白血巴很高 就给他做了一个补水 做了补水以后 就明确诊断 他是个白血病 他们医生就要我老婆出去 他说还问我 要我老婆出病房吗 然后当初跟我说 当时我听到医生当时说 当时我心就想来半截了 突然的打击 让夜长腹不知怎么跟张盈开口 他只是跟张盈说 血小板低了 需要立即住院治疗 而就在当天晚上 医生就下了病危通知书 张盈与其他的白血病患者还不同 因为他怀着身孕 身体相当于负担了两个人 而且张盈的血小板 只有正常人的四分之一 很容易出血 导致严重后果 化疗迫在眉睫 孩子危在旦夕 在化疗期间 孩子随时可能出现流产的情况 叶长腹又对医生们提出 能不能先隐产再化疗 让孩子脱离化疗的危险 然而医生给出的方案是 当时孩子只有24周 还太小 不建议隐产 如果隐产的话 他的感染率和大出血的几率 会非常高 因为太小出来 即便是你没做化疗的爆发 出来以后各种各样的病发症 都很多 早上各种各样的病发症 因为情况的复杂 血液科的专家和妇产科的专家 齐及会诊 讨论解决方案 而像张盈这样的情况 并没有太多的经验可学 医生的经验 现在解决不了问题了 叶长腹这个时候要做出决断 决定 使化疗保大人 那就势必会伤害到肚子里边那孩子 那你要决定不化疗 那妻子的命可就保不住了 怎么选择 叶长腹彻夜难眠 而这一切 叶长腹没告诉妻子 因为他知道 这个孩子在妻子眼里 就是他的生命 如果告诉他了 那他肯定就不化疗了 所以背着妻子 叶长腹做了一个决定 当时我也没得选择 我只能先保证 我都来过赌一把 不过赌注 赌注有点大 赌注他两个人命呢 2016年5月25号 张银第一次接受了化疗 令人庆幸的是 化疗非常顺利 母子平安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 张银和丈夫叶长腹爆发了矛盾 我就是在手机上面搜索 搜索就是班农兵跟宝宝们 那天我洗澡比较大意 手机没在身上 然后他们放到我手机 看手机的时候 看别人在房间上 当时他就自问我 最怪是我挺怪他们的 我觉得 毕竟自己有一个选择的权利 至少我可以选择 可能对宝宝最有利的方式 张银通过翻阅手机 知道了自己的病情 一时难以接受 更为丈夫做出这个决定 很有情绪 不过 在丈夫的耐心照料 和医生的劝慰下 张银渐渐接受了现实 但是后面也慢慢理解他们 觉得 可能当时在他们的一场上 可能他们也是别无选择 但是张银夫妇知道 这只是他们面对的第一个难关 在找到配型 进行移植手术之前 她还要经历四次这样的化疗 这对于他们母子俩来说 还要经历巨大的考验 一个月之后 张银做完第二次化疗 后面进行第二次 其实最开始挺绝望的 就是毕竟担心一个化疗嘛 对宝宝的那种影响特别大 刚做完第二次化疗两三天的张银 看上去气色还不错 可能也是因为孩子又多了一分生的希望 在病房内 张银夫妇正在整理着 给即将出示孩子的衣服 这次化疗结束后 孩子就算平安度过了六周 张银和叶长福商量 想在第三次化疗之前 进行剖腹产 让孩子早一些离开母体 就少一份面对化疗的危险 我们是准备延伸小孩 先把小孩到肠栽的 先把小孩站起来 再进行化疗 天会好一点点 因为他毕竟肚子里带着宝宝 进行化疗还是风险 还是比较大 其实也矛盾过 矛盾过 但是权衡的一下 如果选择在那个时候 剖出来的话 就是医生产科的意思是 毕竟第一期化疗 担心就是说 宝宝可能有一个发育迟缓一些 他到时候剖出来 他的存活率会很小 他能够达到这个胎儿 能够离开母体的那个认周的时候 他们就想尽快地 让他脱离这种 老是接触化疗药物的这个状态 那么这个时间的话 可能我们要具体的 跟妇产科医生沟通 看选择一个怎么 对患者最合适的一个时间段 把他的小孩处理了 就是说 让他平安地生下来 那我如果刚转手术 你打发疗就不太合适了 所以我希望 我希望你第三个疗程完了以后 他情况稳定了以后 再来做生生 完了以后 那时候运周够了吗 运周三四三 如果你第三个疗程完的话 就三四周了 那就更好一些了 我对他的建议是 就是希望他能够 就是完成第三次化疗 如果胎儿在宫内 一切情况良好的话 完成第三次化疗 然后尽量小孩子运走 满三十四周之后 种植人生 对于夜长妇提出的 提早进行剖腹产的想法 医生们并不同意 因为妊娠期不够 提早进行剖腹产 早产的婴儿其实更危险 病发症会更多 所以妇产科主任决定 用适量的药物 针对张营和胎儿 迅速将他们的体质补上来 我们可以就是想办法 改善一下的毒素 补充两个性是谁啊 而医生们建议 孩子剖腹产的时间是三十四周 只要孩子能在母亲肚子里 坚持到三十四周 大人没有生命危险 才是最好的时机 一个多月以来 妇产科和血液科 就是这样通力合作 血液科负责张营的 病情控制和治疗 同时征求妇产科 给出孩子和孕妇 最好的用药方案 最大程度改善 他们的身体状况 今天医生带来一个好消息 张营已经找到了配型 只要时机成熟 就可以进行骨髓移植 但张营的治疗费用相当大 一个月差不多需要 七八万元的治疗费 加上骨髓移植 至少还需要几十万元 巨额的费用 对于他们这样的家庭来说 实在难以承受 因为移植也是一笔 挺大的费用的 我也知道 虽然他们也不太 就总跟我说 没什么生什么的 因为毕竟宝宝出生之后 也会是一笔费用 宝宝出生完之后 如果到我移植的话 那也是一个挺巨大的数字 毕竟也是刚出生AW不久 也要去买会大概得起9万块钱 就是 meu父亲那边 Hell,他把移植那边 就只准备把 他的电子砸告 把房子稍微整理一下 看看他有没有 产生有没有 张寅和孩子与时间滑袍 还在继续 对于张颖和叶长复来说 孩子永远是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 我觉得我的宝贝是蛮牵强的 就是一直陪我 就一直都挺过来了 其实觉得对他还是挺残酷的 因为毕竟他还没出生 就让他跟我一起面对这些 有时候觉得挺对不起他的 真的 我觉得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 就是他了 我的宝宝 因为毕竟他还没出生 基本上肚子里得到这么大磨 跟妈妈一起跟病魔做肚子 好对不起 作为孩子的爸爸 叶长复写了一封信 给还未出世的孩子 亲爱的妥妥 第一天知道你的存在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你本该在妈妈肚子里 无忧无虑地茁壮成长 现在却要遭受如此大的考验 孩子对不起 请相信爸爸妈妈是爱你的 张盈最后选择了带着孩子做化疗 作为一个母亲 张盈不愿意放弃孩子 她选择赌一把 就像叶长复说的那样 张盈这次连命都赌上了 而在大伙还有医护人员 跨专业合作的努力之下 张盈的第二次化疗很成功 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 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 但是当一个母亲 面对这样的选择的时候 无可厚非的 他们都会选择舍身为子 这是母性的一种伟大 幸运的是母子连心 一起战胜了这些困难 所有人的这些努力 是被这份叫母爱的情感感动的 大家希望能用自己的能力 给一个母亲做母亲的机会 因为这是一道答案很明显的选择题 第二次化疗母子都渡过难关了 当然后面还有好几次化疗在等着他们 张盈做出了她的选择 尽管很艰难 在这儿我们祝福她 希望她能够早日筹够钱 继续她的选择 我是陆一女 明天见